說 就說你很不照顧自己 陳玉蘭 跟你講過多少遍了 不要像莫標顧一樣 絕對都沒有聲音啦 你回來出一下聲音是會死喔 你想嚇死人啊 奇怪 人明明就那麼大一長 怎麼膽子那麼小啊 要你管 你剛剛一個人在蒙了什麼 我說 你真的很不會照顧自己 我明明就比你還會照顧自己 那是表面上 其實 你心理上 還是一個小孩子 自從老爸走了之後 你的心理情感 就凍結在十歲 你再等老爸回來 實現他的承諾 等他回來 撫平你被拋棄的創傷 你一直等 等老爸回來治療你的傷口 所以你自己 都沒有好好照顧傷口 就讓傷口繼續開開的 而且你還用幫助別人來逃避你自己的創傷 難怪 難怪你一方面很早熟 一方面卻很幼稚 不是 我哪有 哪沒有 你對他密解的方式 就是那種明明就很喜歡人家 卻還要故意欺負人家那種小男生 我哪有 這是不成熟的表現 你管那麼多 你自己是比我好到哪裡去 這是什麼 這些東西不要亂動 誰要亂動啊 他不是垃圾 什麼垃圾 這就是我的寶貝 好 不要待在這裡 有話到樓下講 等一下 我落下去會幫他洗力耶 我現在還不能跟他見面 你在這裡也是有機會會碰到他 我已經將立路在樓下幫我把風了 回家真好耶 安丽 安妮 安妮 沒想到密摸給男人敷手啊 這招得學起來 你知道嗎 女人的手最容易透到年紀的了 別動 別動 慢慢敷 千萬別擾著問來婆婆 耽誤新娘子美容時間 原來是何玉瑋她媽 我先聽聽看她想講什麼好了 你知道嗎 當玉瑋告訴我 你答應她求婚 我真的比她還開心啊 這咱們倆看 終於被明正言聲地做母女了 母女 怎麼聽起來我像是被安妮背叛了 對了 趁玉瑋停車 我肯定把這個給你 打開給你看看吧 我 我就知道你會喜歡 這個呢 就當是你媽送給你的嫁妝 雖然是用這個媽送的 可是在玉瑋面前 是要當是你媽送給你的 不要跟我客氣啊 安妮 你看你十七歲就見了Ashley 建交合作 遇了夜就一直跟我跟到現在 你媽的故事我也聽你說了不少 看來她顧慮自己 比顧慮你多得多 我擔心她不懂 也沒跟你準備嫁妝 我正打算準備呢 不是Henry 你是誰啊 親家母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我是安妮她媽 安妮還有結婚以前呢 這嫁妝啊 本來就是我這個媽媽的責任 就不饒您未來媽媽費心啊 你說得也對 實在怪我太多事了 不好意思 不過剛剛我把你路人 用成安妮這也不能全怪我 你看你身材保持得這麼好 還有這雙手 根本就看不出年齡 李寶 您就別客氣了 你自己去照照鏡子 也可以看到一個 凍靈的美魔女啊 謝謝你 看來以後 我們有很多機會 可以彼此家裡的一下 美人情歌 是啊 這不過你用的保養品呢 我一定買不起 這我用的保養品呢 你可能沒聽過 這我們聊幾天來 還挺尷尬的啊 阿姨 媽 媽 這位是安妮的媽媽 阿姨這位是 我們剛剛已經認識了 不好意思 我穿著睡袍啊 我去換個衣服啊 這種女強人啊 未來一定是個難搞的婆婆 果然不是個容易相處的親家 媽 你們剛剛都在聊什麼 就是聊些美容啊 安妮的媽媽說話比較直接 你不要放在心上 沒事兒 剛領教過了 這邊 你不就是因為怕碰到起立 所以才住在安妮家 那你們來幹嘛 不知道啦 安妮姐家今天要開高峰會議 我總要出來嗶嗶風頭吧 什麼高峰會議 周玉瑋哥跟安妮姐 他們今天晚上雙方家長要見面啊 我總不能繼續留在那裡 萬一我還真的待遂 這個責任重大 無可負不起 終於有自知之明了 所以你今天回來的意思 就是要住在家裡了 如果可以的話 要睡家裡的沙發我也開心 可行不行 要是我睡在動畫村的話 起立就會知道啦 我總不能為了要睡在這裡 所以讓你放起立長假吧 所以我想到一個好方法 我怎麼聞到一股麻煩的味道 就是我要叫大嘴巴馬力路 你出錢讓我去住酒店 出錢讓你去住酒店 你這根本就是在占馬力路便宜嗎 不行啦 你還是住家裡 起立那邊 我自然會有辦法 不用啦 立路是我的好姐妹啊 所以我才敢凹她嘛 你確定 你真的是凹她 你敢保證 你沒有跟她做條件交換 你敢保證沒有答應她 要把我跟她湊合在一起 我警告你喔 陳宇嵐 鄭重警告 如果你連我都敢出賣的話 我馬上把你趕回日本 陳小華先生 爹 起立 你回來了 那個小華哥 應該沒有在二樓啦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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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不要急 莫慌 那個 先進我爸房間 快點 你千萬不要 我知道 我會講啦 小華哥 你們剛剛在跟誰講話啊 沒有啊 我跟我媽在講電話啦 那對 唐伯現在怎麼樣 唐伯伯 他現在還在警局裡面入口供 而且暫時還不能交保耶 入口供喔 那不就代表 唐伯是嫌疑犯的意思 我們也都不清楚 小華哥 我想要跟你請幾天假 我要幫瑪莎哥跑些地方 查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請假請得好 沒有問題 你去 有什麼需要 打電話給我 謝謝小華哥 那我走了喔 OK 拜拜 拜拜 剛才好險喔 好在我夠機靈 其實都沒有發現喔 要是你真的夠機靈喔 我旁邊這個人 也不會照我回來啦 好 算算 走吧 你去找門跳 你還是要去喔 不用了啦 房間裡面什麼都有啦 而且起立 她已經請假了 你就沒有理由 麻煩瑪莉露了 幹嘛 懷疑喔 剛剛不是還有人說 如果住在家裡 能夠睡在沙發上 就很開心了